台湾临本土病例破功 指挥中心22号晚间紧急召开了记者会宣布 不会禁止相关活动 但祭出了五大防疫措施原则 除了严格的规定 参加了民众、表演者还有工作人员 要全程戴口罩 场内也禁止饮食之外 还要随身携带手机 以便后续的疫调联系 另外像是居家隔离、检疫、自主健康管理者 以及有相关症状的人 通通不能参加跨年活动 为者不排除重罚百万 指挥官陈时中也态度强硬地说 如果地方政府连最基本的措施都无法做到 就请不要举办活动 3、2、1 就怕跨年活动人挤人 加上零本土病例又破功 指挥中心与地方政府紧急召开会议后 公布跨年防疫加强措施 其中严格规定参加的民众、表演者及工作人员 要全程戴口罩 而厂内除了喝水之外也禁止饮食 违规的人经劝导不听都将开罚 也提醒参加的民众要随时携带手机 并保持开机以便后续疫调联系 指挥中心也要求地方政府提防疫应变计划 需在入口处设有体温量测并建立食联制 还得提供足够消毒用品及医疗措施 且不得贩售无座位票 如果长时间的活动则可划定贩卖区 一旦地方政府规范不符合标准 未来活动将予以停办 另外像是居家隔离检疫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者 和有相关症状的人 通通不能参加跨年活动 为者不排除重罚百万 不能参加的人不要参加 我们也设了一些天网 大家只要知道说我们都会吵得到就好 新规定才上路 首先考验桃园市应变 因为天团五月天 25号马上就要在桃园开场 我们还等不到跨年 我们25号就遇到了 那五月天那边初步他们是跟我们说 只要防疫指挥中心做成任的决定 他们都会配合 指挥中心祭出重罚 全面防堵疫情扩散 记者 众和报道